我睡覺的地方在不一樣的地方 我跟你講我家的東西真的超多雜物 重點是你把東西擺好 我會被妹妹給弄亂 就是他會把我桌子上的東西全部都撥到地板上 日復一日 我認同 好現在回到了我們的比賽 你現在收看的是Blinging Series 第28週的例行賽 四強第二組的對決 由優格對上Mumory重打蟲 地圖是來到我們的天然降臨的 剛剛有提到 這張地圖在重打蟲內戰裡面 比較常碰到我們的12D ALL IN ALL IN要看得拿 但是12D快攻是還蠻常用的 那為什麼這張圖特別容易12D 因為近 他跟我們的藍移 不能說比藍移還近 但是就是直線的近點 所以 陰化蟲到的時間會比較快 比其他圖來說的話 所以現在重打蟲裡面 只要是地圖進點的部分 都是衝出會直接選擇16D的裸霜 16D的裸霜 每分鐘操作術 他切了那一瞬間 我想說奇怪 這又不是9D 9D切 切出來的話可能才會 驚豔全場 哎呀 大驚小怪嘛 那個OB手叫什麼 蛤新手是嗎 新手新手 大驚小怪 都玩到大師了 還這麼大驚小怪 他應該有宗師吧 我說前陣子 我記得有 不過他 他不是5200嗎 對啊 對啊 中獅我還是有幹死過 新手的啊 上禮拜 還上上禮拜 幹死過 中獅不代表你是中獅啊 那是勝率的問題 你如果打這個等級的 你的勝率是超過50% 你就中獅啊 對也對啦 幹死一場不代表我是中獅 要幹死 要維持 打個10場贏一場 怎麼會上吃 對 這邊雙方16D開 那我們的莫莫林這邊選擇先補我們的農民喔 後面一化蟲是選擇比較晚出的喔 那優格這邊是直接出了4條的一化蟲 想要來做一個潛壓偵查 喔這個莫莫林雙方 這邊莫莫林是直接提升了自己的惡本 而且提在惡況啦 並且在惡況發生了一個進化室 直接讀口 折騰了半天 妹妹還是保持同樣的姿勢水 還是這個姿勢比較讚 只能看他的背影 那這邊莫莫林他選擇這個開局的話就是直接告訴對方說我要走一弓蟑螂了 會變完成 優格的惡本還沒提對不對 對優格惡本還沒有提喔 因為自己的狗術是也有提的 如果優格他在這邊看到對方直接走一弓蟑螂的話 他其實是可以選擇取消自己的狗術 不過他剛剛的一化蟲是沒有來得及上去主框去就確認對方的狗術到底有沒有做提升的喔 因為莫莫莫林這個也有可能是騙招 家裡放了這麼多東西但是實際上卻是長狗爆一波之類的 對 所以我們的優格是直接選擇了狗術就放著讓他好 那沒有放我們毒暴蟲草 那家裡也是放下進化室來追我們的一公蟑螂 我自己也是比較喜歡打某某林這個打法 對 呃應該說比較不惜一個優格操作的 對 比較不吃操作的打法 對 我那時候也是有一陣子都打這一招 然後打完之後 我忘了我就被誰嗆 你可以啊你就多練這招啊 那你毒狗操作 不練也沒差 但是後來 他後面就 我想說喔所以這招是有期望的 結果他後來就飆回去 那你就一輩子留在這裡吧 幹 一輩子留在這個階級吧之類的 你說誰給你誰喔 我忘了我忘記那時候是誰 他就跟我說你毒狗操作 呃你可以不喜歡打 但你不能不練 當然 當時我們為了要鍛煉那個 以前我有一個隊友叫啾啾 那時候我也要鍛煉他的那個 因為他一樣也是因為他不太會控毒狗 所以他只打飛躺跟蟑螂 對 呃然後那時候也是為了要鍛煉他練毒狗 因為有些土 像什麼塔達利母聖塔 我不知道你知道 就有些地圖他是一定要毒狗的 所以那時候就是他跟那個白就一直練 一直練練那個毒狗 對 練到兩個人不相傷下 哇 這邊摸摸林直接抓了自己一攻蟑螂 還有提出了timing做了一波推進喔 不過這邊優格也已經發現對方的意圖了 直接爆出了等量的蟑螂 甚至好像比對方還多喔 雙方都是一攻 然後二攻接著提升 不過摸摸林這邊選擇多提了一個一防喔 那提速 我們的優格提速也快要完成了 優格這邊也開始提升自己的一防 蟑螂數量尤其是在摸摸林家裡走戰 喔喔喔喔喔喔喔 有跑速有跑速哇吃 賺翻了 哇賺翻了賺翻了 優格這個提速還沒完成喔 賺翻了賺翻了 哇這個吃掉吃掉 還有十幾秒 這個要吃光可能都不是問題喔 剛如果直接包起來的話 哇這個賺 所以優格還有陸續的賬牙上來送死 對這個有點賺 人口剛剛一定領先 現在落後來到116 對上摸摸林113喔 那不過由於 雖然人口領先 但是優格大部分人口都還在蟲卵裡喔 對 這幾乎是兩晃一波了你知道嗎 對 對因為我們的優格候選還有在偷補我們的農民 來到64隻 摸摸林這邊是52隻 停農直接爆蟑螂 那這一波應該是要直接打草我們的優格了 好打著打著 我們的摸摸林一防也要完成了 一攻一防 一攻一防完成 對 這邊直接死了 對這邊直接死了 拖出二攻四個農民 這邊 拖出的蟑螂接了起來 那優格蟑螂持續的倒地了 農民已經死亡的情況下 這邊蟑螂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能夠落差來到了50隻多阿 好 最後優格不敵大軍壓盡的情況下 打出了GG 恭喜摸摸林 1比0暫時領先 有沒有這招是好用 好用 真的強齁 對真的強 我可是用這招打贏 算了 打贏 不要一直吹 打贏誰呢 一個五千多的 五千六來五千七的 一個蟲族 而且還因為這樣子 贏了一杯抹茶拿鐵 那個人是叫做七開球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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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不是 你太敏感了 不是不是 我誤會誤會 不好意思誤會 這場我看過立會贏 衝傷一些幹威 阿就衝大衝 當然是衝足贏阿 我真的覺得906 衝足可能比你強齁 是不是有被侮辱到的感覺 沒有 但是我覺得 可是他不是大師了嗎 他不是4千8還是4千幾 4千7 4千7 對 對 有什麼想法嗎 我不知道我現在每個 因為我最近就是 比較少打天梯 但是我每天 也不知道到每天 就是我 有空就是跟NDW的人練 或者是我就找人練 因為他們就跟我講說 與其你打天梯打個幾百場 不如你找一個人練習個一百場 這樣 對啊 而且你哪 找一個人練還不行 對就是多人這樣子 對你要去練那個 打每個人不同的細節 對 然後我那時候我忘記跟誰打我了 好像跟城堡吧 就一個叫城堡的重組 我知道 Castro 對 他也拿過Bazin Dream的其中一周冠軍 對 我跟他打過他那天 長場 都用12滴打我 長場 對 每一場都用12滴打 打了幾個小時吧 然後到後來 比較會守12滴一點 不然每次 他們看我守12滴都快吐血了 要啦就是 某些人的東西 你一直跟他練 對 你下次遇到一個類似的 你就比較會 對 對 但是你不能一直跟同一個人練 你只跟同一個人練的話 如果他沒有 他沒有用各種方法 譬如說 要練的話 我會覺得 你可以專 譬如說他今天就只用這一招打你 然後一直練到你會為止 對對對 他們就是用這個方法 就是 你不會守12滴 那就叫城堡一直用12滴幹你 對對對 就像這樣子 那等到你會了這個以後 他就換別的 然後之後你們再綜合演練 就讓他隨便決定 要打什麼 因為你前面的話 你多少會有點針對 你的潛意識會有點針對 因為你知道對方要12滴你 對 那到時候他把所有的招式都 綜合起來 再跟你打 你就會 就是 你整個他的東西 你都會了 就是 他擅長的東西你都比較會打 接下來你就要再找下一個 一樣也是用他的強項跟你打 嗯 你懂嗎 了解 像你跟我打 嘿 我應該有比你的天梯對手 有一些 有啊 地方比較強 但是有些地方比較弱 有啊有啊 所以你跟我打的時候 你就會一直被我比較擅長的東西打 然後打久了你就很會守這個東西 對 那在打你天梯上遇到類似的人就OK 但他當然變一下你可能就 就不一定守住 對 這東西就是 真的是要多練習 對 現在回到第二場比賽 一樣 由莫莫莉對上優格 目前莫莫莉1比0暫時領先 畫面中桌上叫 紅色的蟲族選手 是一分領先的莫莫莉 那畫面 右下角藍色的蟲族選手 是我們的優格 地圖來到空降地點 那這張地圖 在蟲打蟲來說 是算比較開闊 也比較大的一張地圖 所以蟲打蟲內戰 有一些蟲族會在這張地圖 就選擇做一個裸三 那像莫莫莉這邊就是 直接選擇裸三個開局了 喔 這邊 王蟲 那優格的王蟲 是看到二礦的蟲 他就是直接選擇退路 沒有飄進去再看一下農民的數量 對 因為再進去可能要被 吼蟲射死 反正已經知道對方是裸霜 就好了 是還可以再進去一點點 就是可以稍微看一下農民的數量 然後馬上出來 就可以判斷說 對方是不是有 逗爆一些狗 對 那優格這邊都有 第二隻王蟲 也發現對方的山況已經好了 知道對方是一個裸三 不過默默連的異化蟲 是已經出來了 那這邊就像剛剛提到 因為地圖比較大 所以 四條狗到對方架的時候 對方的狗也已經出來了 這邊用自己的狗狗做一個防守 雙方的狗狗都已經快要完成了 那優格的狗速會稍險比較快一點 不過 MOMOLIN這邊應該大概落差個十秒左右而已 沒差多少 對不會差多少 好 那現在經濟優勢是來到優格這邊 那有些觀眾可能會覺得說 奇怪 那個MOMOLIN不是裸三嗎 裸三礦多一個 礦比較快應該是要經濟優勢 其實裸三不代表經濟優勢 他只是卵比較多 對 只有卵比較多 你還是要有弓兵去採啊 沒錯 你在兩塊滿運之前 你有三個礦在採 都經濟是一樣的 對 因為你弓兵就那麼多 差的只是前期的 可能一兩步的幼蟲而已 在這邊 MOMOLIN跟Yoga 雙方爆出了大量的硬化蟲 要來做一波進攻 首先 在交戰地 是來到 這個 你知的 你知的農民 那不過這邊 哇 一顆毒暴換掉所有的異化蟲 不過Yoga這邊 也留了一波異化蟲 來到MOMOLIN的家裡 MOMOLIN的二礦媽媽直接被咬掉 異化蟲回來做一個防守 哇有點激烈啊 對 這次好像是一隻異化蟲 畫在一個毒暴的樣子 對 剛剛沒有看到畫面 應該是一隻 因為屍體好像只有一隻 嗯 那在交戰的同時 MOMOLIN家裡已經開3TOP 這個毒暴蟲 哇 哇 兩隻 賺了 賺了起碼七到八隻的異化蟲 那這邊Yoga又留了一波異化蟲 買到MOMOLIN的三礦 那這邊 農民史上有點慘重 來到六隻 好 發現了毒暴蟲 直接撤回家 還換掉嗎 還換 哇還換掉虧 這邊一顆的毒暴蟲 哇 這邊MOMOLIN看來是有點操作不過來了 激烈的情況下 異化蟲的數量有點不太夠了 MOMOLIN的傷口應該是有點危險 後蟲直接包住 哇 而且還是有魔的 哇 這個 麻麻被追著打這邊 MOMOLIN都 異化蟲還沒有出來 毒暴蟲也沒有了 惡礦農民的 努力的再說 用力的再說 你知道那個工兵 縮在那個洞 有什麼用嗎 就是可以分散 就是分散 不要讓他打到同一隻 不是 我個人的認 就是 主要目的不是這個 主要目的是什麼呢 主要目的是 主要目的是 他集成一團 A下處的那一下 會所有的工兵打同一隻 對對對 所以你每A一次 就可以殺掉他一隻貼著你的兵 對 這是他主要目的 因為你說那個洞 說實在 他還是可以有 三隻咬到你 對 對啊 確實你 你不會所有的 工兵被 所有的狗咬到 對 但主要目的 應該說兩個都算是他的目的 一個是 減少被咬的面積 另外一個是你 A的那一下可以直接 秒到他最前面那一隻 了解 結果直接會造成 17隻農民的傷害 對對對 沒錯 這邊摩摩林打算做一個反攻 不過這邊能夠已經落差 來到了25 摩摩林雖然 自己的螺旋塔是已經完成了 不過現在已經沒有任何農民 來支持他的經濟了 6隻的非常正在出 不過這邊優格又遛了一波 伊花蟲要來打我們 咬我們摩摩林的山礦 農民數落差37對上優格 這邊是61喔 差了一輩子多 哇這隻毒暴蟲直接 可惜 沒有炸到農民喔 被點掉了 對 那後續的 伊花蟲 被媽媽給解決掉了 後手太堅挺了吧 對 有兩把補血 那這邊飛躺出來 不過這邊伊花蟲還是非常的多 這邊二礦農民應該是直接要被洗劫了 哇這邊又死了10隻的農民 哇 農民落差來到40隻啊 哈哈 27比62隻公兵 差太多了吧 雙方能夠56對上優格 這邊109已經差了50之多 這邊後來打出了GG GG 恭喜我們的優格 反圍成雙方1比1 這樣感覺就是前期的那個 攻防 優格 站了下 站了上風 沒錯 話說 我快要不能播比賽了 為什麼 你要當兵喔 對 水喔 走走 1月23號我就要國軍安賴了 你就 教你到時候 心訓的時候對不對 對 就裝那個智障 你知道 我有個同學 我一個同學 他進去當兵 他抽到海陸 結果他進去 他跟我說 幹他抽到海陸 然後他進去當兵 17天 7天之後 他突然密我 欸我退了 他怎麼做到 然後他就跟我說 幹你是怎樣 你是中神經病 他說沒有啊 就健康檢查 我的腸位不好 他們就直接讓我驗退啦 腸位不好可以驗退 他跟我講的 我超扯的 不然你就裝智障吧 我跟你講 我們那一梯 有一個怎麼裝 你知道嗎 他說他有人群恐懼症 他說 人多的地方 他就會不舒服 會想吐暈倒這樣 所以他都從來 就沒有去參加過那個集會 他是一開始集會的時候 就這樣 第一天就開始了 要從第一天開始醞釀 然後還一直到 他就一直靠這一招吧 但是就沒有辦法 厭退吧 所以他始終了絕技 我們一群人在那邊 就是等著拿著餐盤 要準備去吃那個 吃晚餐的時候 他就暈倒了 因為人太多 他就暈倒了 然後就疊在那個屎旁邊 這樣 哇 對啊 就整個臉 就砸在那個屎上面 超猛的 開大招欸 對 後來 Paul就把他叫到那個 副校長室 就跟他講 就說 就說 好啦 就是 我就幫你退了 後來最後那個 驗退上面是寫 智能不足 對啊 太靠北了吧 所以他之後如果去 去 應徵什麼的 然後人家去查了 當兵的 當兵的狀況 對啊 就會驗退 智能不足 太智障了 這真的太瞎了 真的 哇你們那四個月也不用啊 當一當就算了吧 對啊 而且 我抽到空軍我應該是還好啦 真的欸 空軍有分單位啊 又有量的不量的 對啊 聽說防砲好像最 最硬的吧 對啊 我們後來都叫那個人 叫影帝啦 呵呵呵 真的是影帝 對啊 影帝要演到退伍 退育 太猛了 也是蠻會演的 我真的要去問一下 我那個同學到底怎麼 腸胃 不是七天就退 這到底是什麼 你差已經來不及了 我看你這個骨骼應該是 當初要 靠那個太瘦應該是有點機會的 沒有你知道其實 我要驗退的話 我可以直接驗退 為什麼 我有那個 習慣性脫臼 我真的沒有吹喔 我是真的習慣性脫臼 你沒吹 不是啊我是沒有在唬爛 我沒有在討論你有沒有吹啊 我是說我沒有在唬爛 對我有習慣性脫臼 就有習慣脫臼是不是 不脫臼 今天睡不著 沒有脫臼一下 不是啦沒有到 欸魁寶幫我脫臼脫臼一下 為什麼睡不著啊 不是啦靠優啊 不是啦 是我的手如果 撞到 或者是你又拉到的話 真的就是 不小心可能就脫臼了 魁寶今天還沒脫臼 幫我弄一下 哇靠太恐怖了 幫我拉一下喔 賣得賣得 好我們回到比賽 優格對上摸摸裡 現在雙方 贊成1比1的平手 帝都來到雅德 雅力克商德港 首先畫面中 右下角 紅色的蟲族選手 是我們的 摸摸裡 畫面中 左上角 藍色的蟲族選手 是我們的 優格 優格 優格這個名字 太容易讓人家聯想 嘿 聯想 對啊 因為也有其他 叫優格 你說其他的選手嗎 也不是選手啊 就是周遭認識的 優格一樣是出了四條液化蟲 也要來做偵查 好 那我們的摸摸裡一樣是選擇 直接速提我們的 二本 狗速都沒有提喔 直接就是提我們的二本 要來一樣做我們的一公蟑螂 這邊也是兩隻媽媽直接拉下來做一個防守 不讓優格進去看喔 你覺得第二隻後蟲出來 二礦那隻要先噴軟還是先鋪蟲胎 我個人覺得鋪蟲胎會比較好 因為軟 夠阿 對 軟夠 對不對 軟夠阿 軟夠吧 軟夠 對啊 所以 感覺先鋪蟲胎好像 比較好齁 也可以先噴軟 因為 上禮拜 Smile來我家教我的時候 他跟我說 因為軟夠 所以你可以先鋪蟲胎 那如果你先噴軟的話 你接下來的媽媽好的時候 你就直接兩顆蟲胎鋪出去了 那這樣為什麼不先直接鋪第一個 對啊 所以他就說 就是看一個選擇性 所以 所以照他這種邏輯的話 應該是第一個先鋪比較好 對 第一個先鋪 當你第二隻後蟲出來的時候 你已經在鋪第三顆蟲胎 沒錯 你的第一顆已經衍生出去嘛 然後第二顆再補上去 對 如果是照他這個邏輯的話 因為他說你就算全部都拿去噴軟 你的經濟也不夠 對啊 不夠支撐你那個 這個這個這個 對 那 像如果 如果剛剛摸摸里 他是選擇先鋪一顆蟲胎的話 那他的蟲胎顏色比較快 延伸比較快的時候 他就可以來救這個三框 只靠媽媽就可以了 這跟顏色有什麼關係 延伸 延伸 不好意思我發音不好 延伸可以發成顏色 你也是 差蠻多的 我的咬字不太清楚 所以說他選紅色藍色 他有影響到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這顏色還好 但是主要是他的延伸 延伸是嗎 了解 你現在蟲打蟲內戰就是 如果你要速開三框 有可能從另外一方 對面會讓個四隻的一花蟲 來去咬你的三框 那在這時候 如果你只有媽媽的情況下 那你前面從他有早一點撲出去 你媽媽在做支援的情況上 來說會來的比較快 可能三框就不會被逼退 對 這邊摩摩琳的一攻 優格的一攻也已經完成了 那要這邊做一個推進 那雙方都是接著二攻一防的提升 不過優格的一防是還沒有 正常是反而換那個阿 換不對阿 這兩個是不是都打那個阿 都打一攻是嗎 這已經是二攻了 他們沒有要打那個timing 對 應該說 只是 有差別的是 優格沒有下第二個進化的事 對 因為優格他前面一樣是跟第一場一樣 就是 提速果開 然後先下三框 後面才追我們的一攻蟑螂 所以優格這邊的提 對 優格這邊的提速會比較慢 反而摩摩琳的一攻提速會比較早 那接著就是生我們的二攻一防 這樣子等等摩摩琳會有 短暫的攻防優勢 對 而且是極大的喔 他會二攻一防先好對方才一攻 但只有很短暫大概十秒鐘吧 對 但就算 就算如此 他多人家一防打起來怎麼差 那個短暫的優勢是 可以多 少人家兩下 然後人家二攻好的時候會差一下 所以他這時候這一波等等那個二攻 一好的那個瞬間 馬上打上去的話 會非常有優勢 沒錯這邊已經推得出來 這邊自己的一防已經快要完成了 喔 我看這個時間好像差蠻多的喔 感覺好像有20秒欸 夠了這時候可以上了 這可以上了因為已經差一防了 對 這個 很大的優勢喔 這一波打上去的時候 對 不過這邊人口 對 他部隊比較少 還卡了一下人口 還卡了一下人口 這個部隊量 這個部隊量 對 這個 這個他看起來應該也不敢打 因為人家比他多 人口 真正多了20阿 好 這邊二攻已經快要好了 好 二攻好了 打起來 剛剛二攻一好馬上就有勇氣了 對 喔哇我們可以看到優勢 這樣消耗的速度非常快阿 人口直接持平了 152對153 這個差的還是很多的喔 那優勢這邊二攻是還沒有好的喔 還有10秒左右喔 哇你看這優勢多大 哇這個陣型漂亮 部隊比人家少的情況下 都可以把他黑回去了 對 而且直接凹平20人口 這個 還有10秒 優勢的二攻才會好 但是自己的部隊人口已經少了30了 哇我們的優勢要陨落了嗎 哇 雖然戰場持續揭了出來 二攻終於完成 但是部隊人口已經少了30了 持續 這優勢真的太大了 這優勢真的太大了 哇 這個二攻即便完成了 也還是有著一防的落差喔 對還是差一下 對 加上他殺兵力已經劣勢 已經是不太可能翻盤了 沒錯 這邊只能靠著 只能期待著某某0的失誤了喔 這邊蟑螂持續擠了進來 來硬點我們 硬點優格的蟑螂 直接擠到惡礦裡面 農民他 拉出來做最後的抵抗 那這邊農民死光 應該就要打出了GG GG 這個 剛剛那個 二攻一防好的那時候 那個優格之後一攻 那個時候其實 優格如果說他夠細膩 他有點到對方的攻防的話 他剛剛我猜最後打的時候他應該沒有點 對 他剛剛最後打的時候他應該是看到 他最頂多看到對方是一攻一防 因為那個優格是在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某某0是在他二攻一防 二攻一防 二攻一防一好的時候就直接上去 所以我猜對方可能 優格可能低血沒有去點到 他可能 以為對方是一攻一防 對 但他自己的二攻快好了 所以他二攻好了 他就覺得 應該可以 應該就是五波了嘛 二攻打一攻一防是 其實五波的 對可是 沒有不對 對方是二攻一防 然後 不然的話正常來說我們以上第四角來看的話 他剛剛應該是不打 他要等到他的 至少要等他的二攻好 才打才有機會 沒錯 因為他的兵比人家多嘛 不然就甚至在 那個一防還沒好的時候 那人家來的時候他兵比人家多 他就直接上去應換了 對 結果等到二攻一防好 再打 那個真的虧翻 那個那個 剛剛我沒看到 兵力比人家少 但是卻打贏了 對那整整落差了二死人口 直接正面被AP 他還有很多部隊都在後面 還沒有全部都到 而且 我們不要講後面在卵裡面的 光看我們正面的那個 那個感覺就已經比 比 比摩摩林還要多 不知道幾隻了 對 真的 所以 充足內戰 充打充 充足內戰那個 攻防真的很重要 不管是 不管是狗的 沒錯 蟑螂的 飛躺的都是 那個攻防太重要了 這一波真的是 摩摩林掌握的 這個timing掌握真的是非常好 好 那我們再次恭喜 摩摩林2比1 呃 2比1的 比分 擊敗了我們的優格晉級 到我們的冠亞賽 那也要對上 就是我們的 哇 吃了清楚的霸者 NICE 真的是吃了清楚的霸者 真的 好 那我們這邊稍作休息一下 等一下為各位帶來 這是我們的冠軍賽的比賽 為什麼 我們也要做的 論他們 放在這幾個 旁邊 我們可以 FYI